大家好,我是依依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梦 我有一个梦,小小的梦 爸爸问我是什么 我说梦里有一个国 妈妈问我是什么 我说梦里有两条河 奶奶问我是什么 我说梦里有大故宫 爷爷问我是什么 我说梦里有万里长城 于是他们知道了我的梦 在中国 梦里我飞过了大山 看到了中国 它连条河上彩带 有着零零的布 一在山之南 一在山之北 他们是中国的母亲河 长江与黄河 梦里我到了北京 走过了紫建城 红红的城墙 高高的屋檐 很多很多的房子 我都要迷路了 梦里我还爬上了万里长城 他像一条龙 安静地躺在山上 三十岁早了 我好想和他说说话 他都不敌我 好难过 我的梦 真甜真美 梦里的中国真好看 我像有一天 我一定要去中国 把我的梦 平常尽的 现在 我有一个梦 小小的梦 我在梦里 甜甜的睡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还订阅 感谢观看